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那么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四个小组的比赛 一共有八个场次 第一个小组是A组 是加拉塔萨来对曼联 以及拜仁对哥本哈根 这个小组的特点就是 拜仁慕尼黑已经获得了12个积分 已经可以说是确定晋级了 那么曼联跟哥本哈根 还有加拉塔萨维都还在继续的努力 特别是曼联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 是最低分的 只有三个积分 排名是最后的位置 而今天的曼联是客场去挑战加拉塔萨雷 我觉得根据最近曼联 几波连胜的状态来看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有希望去获得一个胜利的 这一场看好客场的曼联 0-1 0-2跟1-2 第二场是拜仁对哥本哈根 这个拜仁的态度呢 比较让的比较深 所以今天作为12个积分的拜仁来说 会不会说是一场百浪的这个比赛 但是在主场也不会太过于百浪 反正就是觉得拜仁可以赢球 但是赢多少个呢 就是一个疑问对吧 所以这一场呢是看好拜仁在主场取胜 2-1 2-0跟3-1 第三场跟第四场呢是B组的 塞尔维亚对爱因霍文以及阿森娜对朗斯 我们现在看阿森娜 阿森娜目前在这个小组是取得了9个积分 而朗斯这里呢是5个积分 所以阿森娜虽然说是目前排在第一名 可是依然要再获得一场的胜利呢 能够更加的巩固这个出现的这个态势 所以这一场呢是比较看好主场的阿森娜在主场取胜 2-0 2-1跟3-1 第四场是塞尾利亚对爱因霍文这一场呢 虽然爱因霍文最近的状态不错 而塞尾利亚最近的状态呢比较低迷 可是碰到欧仗特别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塞尾利亚有时候会不容易输球 所以这一场呢是看好主场的塞尾利亚不败 比分是1-0 1-1还有2-1 好接下来是西主的布拉加对于柏林联合啊 这一场呢是看好主场的布拉加可以取胜 年龄是2-0 2-1跟3-2 因为这个柏林联合啊 其实最近状态呢比较的低迷 所以呢不敢去看高柏林联合 所以作为主场的布拉加呢 我们是有意识去做加持这样子 好接下来是黄马对纳不勒斯 黄马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小组当中目前是取得了12个积分 而纳不勒斯是7个积分排名第二名 所以呢双方都想要获胜 黄马想获胜的原因是因为在主场 但是不会太拼 但是纳不勒斯呢是比较的 有欲望的去取分哪怕是1分这样子 所以这场球呢 是要保留一个握手的可能性的 看好黄马 但是会有可能握手 1-0 1-1跟2-1 第四个小组呢 第一组是本菲卡对国米啊 这场也是一场暧昧之战 去年上一个赛季的本菲卡呢 是输给了国米 而导致无法晋级啊最后是国米啊根据自己的努力呢打进了欧冠的决赛 那么这个年度的赛季呢欧冠本菲卡依然是对决国米 目前国米呢是积分10分跟皇家收益呢是同样的积分 可是本菲卡呢是并没有获得积分的 可是这场比赛呢比较暧昧的是出现在本菲卡的主场 所以本菲卡呢不容易输球 本菲卡不容易输球 国米其实可以呢摆浪或者说是 让分或者是各种暧昧的一种考虑知道吗 所以这一场呢是靠本菲卡不败的1-0 1-1跟2-1 好最后一场是皇家社会队萨尔翅宝红牛 这一场呢是靠主场的皇家社会取胜 1-0 2-0跟2-1 好这就是今天的八场欧冠的比赛分析 谢谢大家